大家好,我是吳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人都神通,今次真的是你啦 如言又中,全世界大嬌,經濟崩潰,全球股災 好啦,大鑊 是吧? 請大家給我個讚 是啦 廣播下面Patreon有個連結,五元雞就沒有廣告 大鑊啦!發生什麼事? 怎麼辦? 什麼事? 什麼事? 又有地震啊! 你看一下我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我們的中國新聞 有啊! 天亮什麼異象啊? 紅波波 紅波波啊 哎,真的 又說到疫情反覆 印度神童說過的 這些東西都是,是吧? 原來,印度神童曾經點名中國內地 會出現這些疫情危機,會出現一些問題 你看到呢,現在感覺上又被他說中 另外呢,他說中了 經濟大大鑊 印度神童跟你說 原來,Bitcoin啊 大,領大,領大 握什麼啊? 握袋啊 握... 三萬美元跌穿 嗯,那一天跟大家說一下 全球經濟下滑,我快要找Ivan Sir救命啊 這波真是 含...含...含...含求蠢啊 含...含求蠢 含求蠢 含求蠢 先說一說,回應一些網友先 昨天有人跟我說 你們兩個人在說那些什麼 烏鵝局勢呢? 麻煩你們啊 在這裡研究一下那些歷史 先出來說 要不然你們會誤導人 那我問你啦 阿哥仔 如果... 不要說國家啦 國家只不過是有武力 就畫了一些邊疆的國家而已 有一個字頭 那支水 出來了 然後人家就江湖仇殺 本身他跟誰大哥 跟誰大哥 然後在街上斬斬斬斬斬斬斬殺 殺錯良民 殺錯良民 然後呢 警察就拘捕他 你不知道啊 那支水在那裡跑出來的嘛 阿叔 人家打仗 殺人 就當然不對 我們譴責暴力的嘛 我們跟中國一向都是和平處理事件 是 可以的話就談判嘛 你不是的 你打是應該的 打打殺殺人不應該嘛 人家在街上江湖施殺 你可不可以這樣跟阿Sir說 阿Sir你不知道啦 他本身以前跟我的 現在我砍他也應份 是不是這樣說 跟法官說吧 這個和平是普世價值來的 如果你號戰 那沒辦法了 這個台不適合你聽的 他那些人 他說什麼啊 熟到歷史啊 是啊 那你說吧 歷史是什麼 那你就出來說 蘇聯呢 我想問蘇聯在哪裡 蘇聯 你說歷史 就是這樣說的 當然不要啊 國家不要啊 黑社會你說當然啦 黑社會啊 沙塵滾滾都很難斬錯良民 站到你這些 一個炮彈打過來 死多少無辜的人 啊 你這幫死產 真的 他要講歷史啊 你講很多歷史 都能講得到 是不是 蘇聯幾大啊 那現在都縮小了 那如果 如果 你這樣說俄羅斯 到處踩國界都可以不理 那就是 你覺得對的 那你就問我法官 是不是 你跟法官說 不要跟我們說 是 怎樣也好 但是呢 印度神童跟你說的話 都真的 都幾嚴重的 但是 但是除了印度神童跟你說的話 這個人 你信不信他說話 什麼事 肥菜 肥菜 肥菜這期是不是真的瘦了這麼多 我看他臉上了 他說到 嘩 這樣的事情 你都說得出了 譚德塞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認為 中國的清零政策 是不可持續的 嘩 說這樣的事情 喂 他這篇文章 好像有人說 被人章了 世衛這篇文章 微博還是什麼 這篇文章被人章了 嘩 但是我看到 大家都出來 報紙都繼續說 是啊 那究竟怎樣 這傢伙 之前又不是說 讚中國的防疫政策做得好嗎 是 有人覺得 習主席就說要動態清零 譚德塞就說到 你要 不可以 經常都拿著動態清零 要改變的策略 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現在究竟是怎樣的 你這個傢伙 你想怎樣 我們看看 一會兒譚德塞 說些什麼 另外 有些人真的搞不定 斯里蘭卡 原來 總理不是辭職嗎 斯里蘭卡 原來他們的儲備 只剩下五千萬 五千萬美元儲備 整個國家 阿博也不知道 五千萬 五千萬美元儲備 去養二千二百萬人口 噢 真是 撿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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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都紋糊 包括了 Bill Gates 也紋糊 Bill Gates 也紋了 自己也紋了 那天說 有些什麼預言預言 自己也紋了 那他自己算不算自己中了一招 那他是不是很嚴重呢 那一會兒跟大家再看看 另外也說一下 Elon Musk Elon Musk 也有些東西說 就是說 喂 又出位驚人 如果他成功收購了這個Twitter之後 一定會恢復 Donald Trump的帳戶 他說 永久封鎖是一個問題 究竟是什麼問題呢 那我們 和大家研究一下 先說了 引到神童 有什麼說中 給他 有很多東西 Bitcoin Bitcoin 你跌到 跌直了 我看報章這樣說 他說 這個Bitcoin 比起之前 好像跌了50% 是不是這麼厲害 有啊 6萬多跌到 跌低過3萬當然有 喂 神童仔叫人長渣 渣你的袋 那怎樣 跌又溝 可以的 跌又溝 可以的 撈到破產都撈到自己都 嘩 不斷直跌 直跌沒有水花 行不行 那你其實整個股市都知道 非常之動盪 尤其是最近 有人就這樣說 喂 美股啊 科技股啊 那個納斯達克指數呢 今年 跌了22% 大量的加密貨幣 都領了夜 是不是 更加破了紀錄 Bitcoin 之前呢 早段呢 跌穿了3萬元美金大關 對 由11月 即是上年11月 6萬9這個高位呢 直插無水花 就跌了56% 嘩 真是 喂 印度神跟我說過些什麼 他講中了呢 他說了 喂 現在Bitcoin 曾經是一個 就是泡沫來的 一個經濟泡沫來的 他又跟大家講過 喂 留意啊 小心啊 印度神跟曾經預言 加密貨幣是一個泡沫的狀態 小心他會爆煲 那大家呢 即是 一到這個時刻呢 那些人又說 又拿出來說 哇 印度神跟仔又說中了 他雖然說會炒位 但是會真的被他說得中 對吧 那除了說到 即是經濟呢 即是經濟呢 大家都說 喂 五窮六絕七番生 對吧 真的嗎 是不是真的呢 Sell in May 我經常都說 我經常以為五窮六絕七番生 是說 賭伯家樂那隻牌 哈哈 是啊 股市很多人都經常說 五窮六絕七番生 喂 你不要說 Bitcoin 你看整體 整個美股都是向下跌的 很多都是 你 他最慘的 就像你經常說 嗯 他那種不是一棍 直插無水花 喂 你也是痛一下而已 他陰跌 是他陰跌 今天跌四十 明天又跌四十 後日又跌四十 嘩 三天加上跌了百二 那你就是 那感覺是陰跌 陰跌 那些陰跌的 你那副身家 有些如果你在那裡玩股票 有時候 哎呀死呀 真的 頭都大了 是啊 這個時候都非常之 摁爆頭 這些大家都 唉 總之小心 印度神童提了你的了 如果 是你 你看看那個阿扑街 長渣就 不是 他告訴你會爆 他什麼時候叫你長渣 什麼時候叫你訴貨 他什麼時候都叫人長渣 是不是 那可能兩個月後又升回呢 不可以幫他鬥 那就是 印度神童又中了 總之不要聽他 是不是 你天災呀 股市那些可以聽一下 股市還聽嗎 他說會跌的 對 比特幣 他說會爆 爆完又叫人長渣 都不知道想怎樣 那些人 那隨便 你說他 怎樣都好 其實印度神童都說過一件事 他就說五月就會大事發生 是不是真的 美股風暴呢 那其實 戰爭一定會繼續有的 那 有人就覺得 戰爭好像很快就完 有人就覺得有時間才沒完 那 但是他完不完也好 對這個全球的經濟 都是一個大的影響 尤其是能源 能源這一部分 都對全球 都是一個現在非常叫救命的 因為 都是石油 天然氣 再生能源 大家都會重新留意 你看到 航運業 供應鏈都出了事 印度神童都跟你說話 說過這些事情 那也是 另外 原來印度神童都點名過中國有問題 會出現一些事 究竟發生什麼事 不用說 你看得到就知道 又說今年突大暴雨 是 疫情又反覆 那些事情都還沒完 那 唉 頭都大了 那 說到 曾經 印度神童跟你說過 他說 黃金 經常叫你拿金 對吧 那 這件事情 究竟轉機 什麼時候才不會有轉機呢 是不是真的被他說到五月才會有轉機呢 真是不知道 這件事情 真的要再拭目以待 但是 阿譚德塞呢 有話要說 什麼事 喂 他這傢伙 現在 大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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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罕有 罕有 對中國 對新冠疫情 採取 所謂的動態清零政策 進行一個批評 那 真是 摸不著頭腦了 之前他不是說 非常之好嗎 有人說 嘩 這個 發生什麼事 那究竟 譚德塞說什麼 濕塞 他就說 認為 不認為中國清零政策是可以持續下去的 譚德塞在10號記者會上面說到 世衛不認為 中國應對這個新冠肺炎的政策 是考慮到病毒的行為 之後是可持續的 他繼續說到 他已經跟中國的專家 討論有關議題了 他想 中國改變策略 是非常之重要的 嘩 這樣啊 即是叫他不要玩這些了 他覺得中國是 清零 不是不行 不過要看時間去變才行 不要不變 世衛 這個世衛的組織特發衛生事務事件 規劃執行主任 瑞安 就繼續補充了 推行有關政策的時候 是應該考慮到 他對人權和經濟的影響 是的 繼續說到 他說 我們需要平衡控制措施和社會 對社會和經濟的影響 這件事 不是容易去對準的 他繼續說 如果中國想採取較嚴厲措施 阻止病毒蔓延 但是病毒疫情持續爆發已經是得到的了 阻止Omicron 全部是非常之困難的 沒錯 嘩 因為始終習大 其實說這些 要不要說這些 世衛出來說一句 我們已經把Omicron 定義為世界的風土病 和雙風感冒齊 然後就可以了 世衛有沒有說 你去管人內政託嗎 黑人 不是啊 他告訴你 Omicron是怎樣的 是世界衛生組織 你那個不是 那你搞人的內政幹什麼 他沒有搞內政 人家搞什麼關係 差事嗎 這樣就這樣說 這件事 世衛大還是習大大 當然是世衛 是嗎 當然是世界衛生組織 你也想 埃塞俄比亞比習大大 埃塞俄比亞大不過 埃塞俄比亞大不過 你只是掛名 所以說 譚特塞忘記了 那些事情 不是啊 六角 誰捧你上來的 不是啊 陳鳳父親 傻一傻一傻一傻 懂不懂 所謂他這陣子瘦 是 乞意來的 不要說錢 你明白 他根本是可以這樣做的 他根本是可以把這件事定義為 和雙風感冒齊 或者是弱過都還可以 他很壞 留下手 有空 他把東西擠出來 他跑去撩人習大 我當然是禁你言 當然不是禁你言 那麼簡單 撐你的肺炭德塞 我拆了你 你怎樣 怎樣拆你 你說緊要 又說緊張 中國當然是做到最好的 你現在轉頭 撐你的肺炭 給習大 那頭說讚人做得好 現在說不可以 嘩 世紀衛生組織 我相信你 習大 習大說相信你 洗濕了頭 均無棄然 你現在出來幾乎 習大說現在我大了 我真是推你到地 我們一向都是支持黨的決定 這個人不懂 中國保持這個動態清零 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當然是毫不動搖 堅持這種方針 當然 所以 堅決 否決一切 歪曲 懷疑 否定中國防疫方針的政策 和言行作這個鬥爭 行了 楠北塞 習大說你落馬 沒有去訓 不聽你說 大哥 你這傢伙怎樣人 真的很奇怪 楠北塞 要顧及Omicron的什麼行為 什麼行為 他說要顧及Omicron病毒的行為 才做一個去研判防疫的政策 真的要顧及他的感受 不要殺他 我看不到Omicron 怎樣顧及他的行為 說笑話 他意思是說 因為這傢伙防不升防 這樣 可以的 其實大家 全世界可能講的版本 只是非洲話 譚德塞 你不用公開講的 你是要公開講 我覺得你有些事情 你 是的 其實私底下 你跟中國說 就行了 你自己 是要打開口牌的 唉 背後一定有些事情 那轉個頭 他真的說這件事 等於想風感冒 就行了 他說他跟中國專家有關議題 你跟中國專家談了沒有 誰專家 習大 就是研究動態清零的專家 你跟習大談好了嗎 你有沒有問國家領導人 別人國家怎樣想 很傷心 聽了你說 對 每個人都說我做得好 你讚過他 你又有份讚 你又讚過 全部下面的 每個人都拍爛手掌 神又是譚德塞 鬼又是譚德塞 轉頭說我不行 什麼不行我可以給你看 當然是令習大現在很傷心 譚德塞不相信你 當然 當然 世衛開會的時候 拒絕他落地 哈哈 一拒絕他 拒絕他 穿上氣那套衣服 拒絕他落地 拒絕他 拒絕他 怎麼弄我 對吧 除了譚德塞說這宗大事之外 韓國 不是韓國 北韓 北韓都出現大事 就說有傳 發生國家級的大事 金仔出了禁足令 禁止平壤民眾踏出家門口一步 究竟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打到你 嘩嘩嘩 那麼誇張 這件事大家先看看 就說南韓 根據知情人士透露 北韓當日突然之間 因為有這個國家級事件 而封鎖全國 搜到平壤民眾 下午一突然之間要被要求 留在室內 而說這條街全部迫上回家的人潮 而國家級命令發佈之後 平壤的巴士站 排起牆牆的人籠 亦有居民趕快趕回家 有消息人士透露 北韓政府指示公民不准外出 究竟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 但是說到周延晚 依然有農民在北韓耕田 卻懷疑 原來 所謂的短暫禁止外出令 是關乎內地的沙塵埗 卻懷疑 阿甘仔擔心內地的沙塵埗 把安力狂吹到北韓 所以叫人們躲在家裡 內地的安力狂吹到北韓 你當他們是什麼 阿甘仔 不是 九秒傳播 不會傳沙塵過來 你看這條肥仔 不妨讀得多 他是不懂 老師佛 他是迫擊砲打死人 他認識一條春 他真的不認識 認識就不會這麼搞笑 笑死人 吃屎 看看斯里蘭卡 現在被引導神說到 地球 政治 地緣政治危機 也有很多問題 斯里蘭卡 其實是關乎自己的士多 經過這麼多次的示威 他們的總理已經下台 今次的示威騷亂 造成十多人受傷 但是 因為總理下台 他的危機可不可以解決得到 什麼危機 糧食又沒有油又沒有電 這個地方是不適合人家住的 看來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國際是否應該要緊急援助他 現任總統 兼且上任總統 馬欣達的弟弟 宣佈他們全國已經進入緊急狀態 他的大哥 希望請辭以平息示威 但是矛頭 指在這位 這位 人兄弟 就是他弟弟身上 因為 裡面 懷疑 搞到 他們兩兄弟 不知道是貪污 還是什麼 看得到 他們這個國家的負債 外債 已經達到 510億美元 而他們的國家儲備 只剩下 外匯儲備 只剩下5千萬美元 嘩 已經到了危險的水平 那 斯里蘭卡破產了 這個搞法 找其他國家接濟 有人覺得 一場戰役 再加上疫情 這些導致到的物價 升 全部升 國家本身是貧的 貧 為什麼支援得到這麼貴的東西呢 兩下 一下 兩下 就翹起了 整個國家的臨黨 搞到 當地的居民 苦不堪然 看來 這個國家 會不會在地球上消失呢 還是 找國際上不同的國家去援助 救回他一命呢 真是不知道 唉 這個世界 很混亂 有些人說 幸好 不是住在那裡 否則人士也沒得你吃 金仔也是吃薯皮的 這個環境就是這樣 人很特別 很多事情 都不知道 就看看 好像 Bill Gates 在新舊富豪大對決 他又領了東西 領了Omicron 他經常推銷針藥 這位針藥的專家 也是 前富豪 是吧 前首富 他現在檢測情仰性 說到他有沒有領大東西 沒有 輕微病症 純粹自我隔離 他說 他出來的 還很風騷地說 幸好 幸好我打了加強針 否則我就大了 這樣 這樣也可以銷售嗎 有 這樣也可以 他不死就可以了 幸好不然我死了 這樣嗎 這樣 還有一口氣 還有一口氣 否則我坦了 這樣 這樣說這些 真是任由他 另外 看看Elon Musk Elon Musk 說他收購了Twitter之後 一定會恢復Donald Trump的帳戶 說到出來究竟發生什麼事 他說 永遠封鎖Donald Trump的帳戶 是道德上的錯誤 而且完全白癡 有什麼道德 他說 他自己覺得 永久禁令 即永久封鎖 只應該對機械人帳戶 詐騙帳戶 和垃圾郵件帳戶 這是普世價值 即他們所說的民主 發言權 沒錯 他喜歡說什麼都可以 在網上就有他說 你不應該 就這樣永世禁止他 Elon Musk 其中一個收購 經常都說 收購Twitter 也不知道是不是解放 Donald Trump 解放Donald Trump 解放就好 不解放也好 這件事 大家再看看是否真的 收購 什麼時候收購 有人 對飲飲食食都很解放 有沒有人聽過一件事 說軍人吃榴槤配啤酒暴斃 這些 老生常談的米劑 是嗎 他什麼 燥熱加那個 其實就是擴張血管 爆血管 他又說裡面原來有一個科學原因 其實 這期都開始吃榴槤 很多人吃金枕頭 對 有些黑刺 泰國的南邦府 有個24歲軍人 吃完晚飯再吃榴槤 跟著 加上啤酒 不夠兩小時 就滋滋了 賣了鹹鴨蛋 這些 阿嬤那一代都說的了 對 很多東西都不可以亂吃 死者父親就說 他很健碩 怎麼都沒有什麼病 這樣走了 就說 原來 他吃了榴槤 喝了兩瓶啤酒 究竟發生什麼事 原來 有報導指出 這就是知識 榴槤含有 這個二甲肌二流 會抑制人體的身體 用作分解酒精的酵素 出現一個問題 你吃完榴槤 你的人 被榴槤壓低了分解酒精的酵素 然後你再喝酒 你不懂得分解酒精 造成中了酒精毒 這樣 所以 醫生就說 你們不要拍榴槤加酒精 很大機會出事 原來是中酒精毒 我經常以為是 因為 如果喝酒後 你整個人是興奮的 你懂榴槤也是興奮的 因為兩個人加起來 會撞爆 有些人說 很多東西都不可以 不可以撞爆 很多東西 吃水果都要禁忌 原來我也第一次聽 喝酒和吃榴槤 你第一次聽 不過很少喝酒和吃榴槤 幸好你還活在這裡 是啊 很少做這些高膽護神的事 我經常覺得 這麼肥膩的東西和撞在一起 都好像很危險 原來中了酒精毒 有些人可能會說 我沒事 有什麼事 你很幸運 今天沒有 明天也有 是啊 你可能喝兩口 可能剛剛很少 或者你可能吃榴槤兩口 也很少 總有一天 出事 這些你自己就生了 不要亂來 另外 泰國 恐怖事就出現了 泰國有個邪教教主 自稱排泄物可以治病 吃屎 很恐怖 是啊 警方到場 拘捕了他 另外在現場發現 十一具屍體 哇 說到有一個 七十五歲的邪教教主 就跟人說 你吃了那些排泄物 就能夠去能醫百病 然後 警方說你瘋了 就捉了他 同時間 當地的警方在營地 發現十一具屍體 有其他在場的民眾 信眾指出 死者 都是求診的民眾 當然是死了 大哥 有報案人指出 這位邪教教主 要求信眾 吃他的屎尿屁 還有身體的黏液和皮舌 好噁 哇 就說有醫療效果 而說有一位八十歲的母親 就懷疑去了邪教之後 就沒有回家了 警方接到報案人 去了當地調查 發現有三十位沒有戴口罩的民眾 為教主 還要稱呼為他天父 爸爸 相信他有治病能力 他什麼教的 魔門教 真的不知道什麼教 真的不知道什麼教 對 那這些 那是送上天堂的 又說是教主 又說是天父 那究竟是什麼教呢 我們真的不知道 唉 但要喝屎尿屁吃皮 很奇怪 吃皮 對 吃人的皮 好吃嗎 皮舌 老泥 我知道 老泥丸 是嗎 不懂了 唉 每個人對信仰的東西都很獨特 你信不信呢 你信不信印度神童也好呢 他說的語言 你真的要知道 沒錯 不然你拿Bitcoin就吃屎了 好啊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